大家好 今天呢 我和徐老师呢 来跟大家来讲一下呢 秋招 用好秋招 然后呢 如何找到这个实习和就业 这个秋招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虽然呢 他只有这个三个月 一般呢 就是九十十一 这三个月 但是呢 他呢 是负责了这一年的 这个四分之三的 这个职位 就是这种新的职位 从学校招的职位啊 所以他是一样四分之一 对应着这个四分之三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呢 我们就来讲一下呢 如何好好的利用秋招 这个秋招呢 是已经是开始了 有很多家长学生都说 哎呀 我这个刚开学 尤其是一些这个 刚才有这个研一的同学 刚到美国 但是呢 待会儿徐老师呢 给你们看一下 其实很多学校的 这个这个秋招的 这个job fair啊 什么九月十号 十一号 十二号 还有十五号 十五号就是 就是昨天 都正在发生 还有二十号的 我刚才简单看了一下 CMU有一个二十号的 那么呢 这个呢 就得就得要抓紧 因为呢 在这个时候呢 养他一个这个job fair 就是招聘会啊 公司的这些 这个这个招人经理啊 都会来 那么人家来 就是要招人的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人家是来找你的 那你的这个 递简历啊 什么这个争取面试啊 相对容易 你说等到人家的这个 都已经收到了 好几百份简历了 上千份简历了 你再往上交 那这样的机会呢 就会就会少一些 会更难一些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就重点讲一下 如何能利用好 这个秋招 然后呢 最近呢 也有很多的家长来问 说呢 这个这个就业的这种 这种机会 在美国是怎么样 多不多 而且呢 特别问呢 是如何呢 从这种这种公共的这种市场 就是带竞争的这样的市场 去找机会 你说呢 你这个时训啊 这个给安排的实习啊 那当然也好 未必没有墙 对升学有用 但是你到最后呢 你还是得要去找到这个正式的工作呀 得是在公共的市场来找 那么呢 如何来做到这个呢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方法的 所以呢 这个在找工作这件事呢 有的一些这个外行 不能说外行 就没经验的同学吧 就老想着 哎 我要一步登天 一步登天是什么 就是我没经验呢 我就要一下就能找到 在一个月之内 在这个两周之内能找到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呀 这个找到了工作到入职 这个徐老师有一个学生 划了可能四个多月 因为那个他入职的那个地方 是数据的还是什么 就是需要背景调查 就算一般的公司呢 你从申请到最后入职 核实啊 一般一个星期 就算快的一个星期 一般也搞不完 所以呢 得要留出时间 然后呢 不能说一步登天 就是一步一步来 还有的同学呢 就是一筹莫展 就说哎呀 我都真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下手 你问题是 就是说不了多久 对吧 你这个 你现在不去管他 等到你避利业 你的时间更紧 而且现在美国呢 他避利业以后 你这个OPT 是有失业期的要求 这个呢 是川普上台以后 是这个重点来实施的 就现在就已经完全实施了 这个失业期 就不能超过失业期的要求 你说哎呀 我实在找不到 我就回国 那回国呢 可能就更难找 所以呢 这就 你这样的就一步一步退 这是不好的 还是呢 就是要找这个 正式的这种 公司的这样的工作 那么呢 专家呢 就是像我们的这些老师呢 那么这个作用呢 就是说呢 如何呢 能够是一步一步的达到目标 就是专家的这个作用 其实就是你遇到的问题 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如何能够把问题给分解 对吧 一步一步的来来达到这个目标 对吧 你说你是 你是会计啊 报税啊 对吧 或者打网球 对吧 你看着他一回一拍 挺简单的 但是呢 人家这个一步一步的怎么来提高这个动作 提高这个技能 其实找工作就业也是一样的 能够有这种逐步的这样的提高 今天讲的内容呢 是四个方面 一个呢 就是校园的这个秋招的一个概览 然后呢 就是都什么学校去校招啊 这个校招都在什么时候啊 去哪得到校招的信息啊 这个方面 另外呢 讲这个校招的两个最重要的这个关键点 一个呢 是简历 如何来书写 如何提高 第二呢 就是如何见这个面试官 因为你来校招的时候 现在很多都是面对面的了 那么你如何来跟他来见面 如何跟他对话 还有呢 秋招方面要一些方面要躲的一些坑吧 有什么 然后呢 一些成功的这个案例 学生怎么能够经过这个努力提高 然后最后有成功 好 我叫陈航 我在匹兹堡 从95年来美国 现在来美国的时间的已经超过在中国的时间了 然后呢 在2010年呢 我是共同创始人创建的后人教育 和这个Dr. Brian White博士 他呢 是匹兹堡公立学区的以前的总监 创建后人教育呢 来帮助国际学生来发掘潜能走向优秀 今天呢 也请到这个徐老师 Olivia老师 她呢 是非常有经验 是这个刘美的职业规划师 那么呢 这个徐老师 你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好的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秋招的准备的过程 还有一些已经经历过秋招的一些学生的经验分享 我前两天还辅导了一个这个高大一的一位学生的简历 他说因为我们的老师都会在区里面经常提醒学生啊 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时间点 他说他想今天秋招去看一看 这个让我帮他开开简历 老师们都很高兴 因为我们后人的学生的话呢 其实不只是学业的一个顺利的一个稳步的上升 那么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越早的时候去介入他们的一个职业规划 那这样他在大三大四甚至研一的时候就会更游人有余 对 因为你到了到了研一研二 那就没有什么后路可以退了 那就得就得上了 这样子 好的 那我们所在的这个后人集团呢 底下有五个子公司 一个呢是后人教育 一个是辅导教育 辅导教育主要是做学术辅导 美国旧家庭服务中心 然后职上行 我和这个徐老师呢 都是在这个职上行 主要呢是 就是帮助学生找到第一个实习 第一个工作 怎么一步一步的来提高 然后还有呢 这个REDII REDII是人工智能教育的公司 我们REDII现在呢有20个实习生 在这个这个REDII做得很不错 我也陆陆续续的呢 采访了其中的几个吧 这个我已经采访了三个学生 非常的不错 这个现在呢REDII还在招实习生 就实训的学生 如果呢 对人工智能 对这个传媒人机交互 对教育 感兴趣的同学 都可以来 来这个找学术哥 然后后人呢 是四个美国的 这个行业协会的认证的机构 应该是最多的 这个得到认证的教育机构 在美国的 那么呢 我们的业务呢 有本科升学转学 还有双楼旋 双楼旋呢 就是学业升学的这个规划 和就业的规划同时 然后呢 还有是美国的研究生申请 其实这里还包括博士生的申请 现在越来越多的同学呢 来这个咨询 这个读博士 而且在美国呢 和在其他国家不一样 美国呢 是这个本科毕业 就可以直接读博士 但是不是说 本科毕业 你就随随便也能读博士了 这个 它是需要一定的 这个规划的 然后还有呢 后人有一个 开出紧急应对 这个服务 后人整个的宗旨呢 就让学生 在留美的过程中 留学的过程中吧 能够发掘潜能 走向优秀 那我们呢 有我们的这个方法 教育的方法论 叫FITS 就是专注 让专注学生 以学生为中心 然后呢 注重这个结果 你结果是 某一个方面的提高 或者呢 是找到工作 或者是转学成功 或者升学成功 甭管是大的结果 小的结果 那么呢 注重这个结果 还有团队 我们都是一个团队 来多对一的 来服务一个学生 然后呢 我们有这个 有结构的支持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ERP 有我们自己的这个 小程序 学生 学生信息中心 那么呢 每一次跟学生的沟通 都有这个记录 这个呢 还是很有用的 这是后人的双螺旋 有需要找我 做这个付费咨询的 也可以 好 那么呢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美国校园的 这个秋招 这个校园秋招呢 其实就是国内 所说的这个校招 就是说呢 企业或者是在校园里面 或者呢 他是专门针对 这个这个应届生 或者在校生的 这个招聘 其实呢 在美国呢 很多的这些大的公司呢 他是很希望 在学校里面呢 去招这个 就是没有毕业的学生 去做这个实习生的 不一定说 我这毕业业以后 就来招工 他这个很多的公司呢 他都非常相信呢 他通过长时间的来 培养这个人才呢 能让这个 能找到最好的人才 而且呢 也能让这个人才呢 更加来适用 这个 这个 公司 所以呢 这个 很多的公司呢 都有非常好的 这个校招的 这样的这种计划 所以说 像我们 认识的非常多的 这个大公司的 这些招人的经理 那么呢 就这段时间特别忙 就是各个学校去跑 有的是这一个 这个 这个 9月10月 我知道多的要跑这么 将近100个学校的 你想这才60天 那就得赶场了 就有的是 一天要去两个学校的 这样的场子 所以呢 这个是 很多的 这样的 但是现在呢 反正也有很多是线上的吧 就好一些 那么很多的 这些大的公司 他都专门有这个校招的团队的 好 那么呢 这个 这个图是 经常 这最近几次讲座 是每一次都展现出来 就是实习呢 他确实呢 是名校录取的必要条件 因为呢 名校他 一个是希望你的这个 对我的这个 某一个专业 比如说呢 对各大 对经济专业 或者呢 CMU的商业分析专业 对吧 你要对我这个专业要了解 那了解不光是你的课内 你还呢 是有这个课外的 这样的这种经历 所以大家可以看 这是各大的经济专业 西北的工程专业 和这个CMU的商业分析 那么这里边呢 都是至少有一次实习 对吧 这个 一次加两次实习的呢 这个占了大概三分之一 那么有三次实习的呢 是都占了超过三分之一 就是很多同学都是 简历上是有三次实习的 所以呢 你这个 在申请这些学校 在申请名校的硕士吧 千万别觉得说 哎呀 我有一个GPA啊 我有一个什么 就能录了 这个 你看他的这个经历里面 这里几乎没有零次 就 就是没有实习经历 就录了 几乎没有这样 那你实习呢 你说呢 我是长时间实习也好 或者是一个 实训也好 或者什么 这个都算是实习 都是可以 但是呢 不要没有 对吧 那么具体科研呢 倒是有 就是对这个申请 这个名校呢 它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对吧 你看有这些这几个学校都是有30%40%的学生都是没有没有这个科研经历的零次 但是呢 也有同学呢 是有两次三次 对吧 大概50%的同学 有50%的有这个两次一次或者两次科研的经历 但是呢 实习经历呢 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呢 你这个实习经历呢 那其实就是你在这个这个你这是硕士吗 就在你在本科 所以有一个家长问说我现在孩子大二 现在来计划规划实习是不是早 一点都不早 这个大二已经大二了 一点都不早 其实呢 是这个大一的时候 我们很多同学就开始规划这个实习了 那大二其实已经耽误了一个暑假了 这样子 好的 那么呢 这个这是全年招聘的这个时间线 这个徐老师讲一下 那这里边大家注意这个大星星的这几个月 请徐老师讲 对 好的 好的 对 因为这个表的话呢 这个其实咱们从这个夏天开始就一直反复的在跟大家介绍 就大家可以看到他一开始呢 我们是从八月前就要去对所有的这个招聘呢 进行一个准备期 包括你的这个履历 还有你后续的对整个岗位的一个搜寻和对自己职业规划一个定位 然后你怎么去体现的注册啊 怎么去找资料这些的 那基本上从现在开始呢 像刚才程老师一开始提到的 咱们第一波确实是从12号开始的 就是9月12号这周的这个前面几天哈 然后是15号有一次 再往后的话就是22号 然后这个28这几天都是有的 那么个别学校他会有一些小的这种公司来的宣讲会 那么其实这种宣讲会呢 也是有很多机会 这个稍后咱们会讲到哈 就是你怎么去跟这些人去有一个发言的机会 那基本上9月10月11月 其实12月呢 可能就是说一开始的这一周把会是一个 还是在求招的一个比较旺的阶段 因为到后续的话 大家都知道假期连着1月这个新年就不是很旺了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停止的工作 然后再往后呢 又是接上来的一个春招 所以咱们选在这一周来跟大家讲这个秋招呢 也是因为如果你这个学校 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 你去赶紧查一下是不是说你们学校呢 是在这个9月下旬会有这个招聘 这个care fair 如果说你错过了全校的这个 因为学校他一般呢 是会有全校的一个总的这个校招 那么他自己的这个学院呢 有一些比较强的一些学院 他是会有自己的这个给针对这个学院内部学生的一个招聘的 所以说你要去看一下 如果说你错过了一开始的这个是否之后的 咱们还有时间去参加 因为你现在呢 去选择参加校招 你等于说是过了一个面试官 所谓过了面试官 就是你在校招上面建的公司 如果他是小公司 他基本上都有概率会给你发面试的 如果是大公司呢 他当然也会选择发一下 那么如果就是说你没有参加校招 你是在比如说平台上去投递 像这个林英的平台上啊 或者是英帝的平台上 或者是哪怕是Handshake上面 人家基本上就是100个里面 可能选个10个 可能1000个里面 也就选个20个这样 所以说咱们就是一定要保证说 你还是要去到这个校招的这个 这个里面去 能够跟公司尽量说上话 能够让他把你的简历收走 那么这个是在时间的这个效率上来说的话 老师们觉得是最高效的 当然之后你也不能全指望校招 你肯定还是要去海投 这两步都是不能去错过的 好 刚才徐老师讲了一下 就是最近的这个时间 我来跟大家来具体看一下 大家可能就知道了 这个这个是一个CMU的这个计算机学院 和他的这个ECE 就是那个计算机工程 这两个系呢 基本上是内容差不多的吧 所以呢 他们这个活动是一起搞的 在这里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他这个活动 这个这个 这呢就是 这是公司了 对吧 这是一个公司 这个meet and grade 是就是公司来学校来招人 这不是career center吗 event的 然后这个呢 又是这是19号 然后20号呢 5点半 这个20号 这个10点 是STEM的这个career fair 就是那个 在他学校那个 学生活动中心 就是理工科的这个career fair 在学校 然后呢 在21号 就是美国的那个 这个这个Lockett Martin 就是那个军火公司 在这呢 来做这个这个hiring day 面试的 就是这个公司的 然后呢 这个29号 又是有这个career fair 所以呢 在这个这个 整个的这个9月10月呢 是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机会的 那你说这个 像这个这些公司来到学校来招的 那当然你去的话 你当然就会有更多的机会 其实呢 这个刚才徐老师说的呢 就是说 在这找工作嘛 其实呢 是我们说的嘛 你我们做的 就是快车道里边 其实四件事嘛 对吧 第一个是你这个这个树立信心 对吧 有有有有一个大的一个 一个方向 对吧 是这个思想问题解决 第二呢 就是改简历 第三呢 是这个投简历 第四呢 是这个准备面试 那么呢 如果是校招的这个情况 如果对方都已经来到你学校了呢 那你基本上呢 你这个投简历这一步 可能就可以省去了 对吧 因为你能见到这个人了 所以呢 你可能呢 就直接呢 能够到这个简单的这个面试 或者呢 是这个这个招人的这个经理 拿收到你的你的简历以后呢 那么你这个就你这肯定是递上去了 对吧 那么呢 那他会给你安排进一步的面试 所以呢 这个校招为什么这么重要 其实呢 在目前在绝大多数同学 为什么我们帮很多同学来投简历 投80份简历 其实绝大多数同学呢 都是在投简历的这个部分呢 觉得非常非常的沮丧 有的同学说呀 我投了50个30个 有的同学投了100个200个 都是实际大海 没有没有这个结果 或者投的这个职位不对 那么呢 你如果是校招 对吧 人家都来这 收你的 特地来收你的简历的话 那你当然这个时候呢 你就能是这个进一步 所以呢 这个 这段时间很重要 而且这段时间呢 他这个 这个就是这画星星的这几个月吧 这个呢 这个 就是这个雇主呢 会集中的力量来学校 来这个招人 这个 这是秋招 好 学校接着讲 好的好的 对 刚才程老师给大家展现的这个 我们就把它更加细化的分别 找了两个学校具体的这些招聘的信息 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样大家可能更直观 就是我应该去哪一个平台 应该在这个平台的哪一个地方 才能找到我想要的信息 那么给大家举的第一个例子呢 是UIUC这个学校 因为他呢 这个是他们这个 Engineering这个学院的 他们是这个在线的 整个的这个秋招 然后大家在这个 看校招的时候呢 就首先你得知道说是哪一天 然后你要把这个时间 要在自己的这个 Canada上面要标注起来 然后呢 你要再进行的一步 就是你要去提前的去预约它 因为有很多学院呢 它是会 就是尤其是在线的哈 就是你预约成功了之后呢 你还会后续 这个会被要求是要跟公司 再去预约一些 OneOne的 就是一对一的 这样的一些约谈 所以就是一定提前 要在学校的这个网站上面 要去预约 那么基本上呢 咱们所有学校的这个 所谓的校招 它是都跟Handship去合作的 就哪怕有一些学校 它是有自己的一些招聘的平台 就是它会 自己学校有这个自己的 就是会有公司来 自己的网站上 Po他们的招聘信息等等的 但是他们一旦遇到了校招 这种事情的时候 还是会选择去反过去用这个Handship 所以我们基本上呢 现在学生碰到的 都是这个Handship 那这个平台 咱们就是一定要去熟悉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Handship是一个 对 Handship就有点像啥呢 就是你就把它理解成一个 专门针对 雇主专门针对在校生的一个智联招聘 这个在美国呢 它几乎是占了一个这个垄断地位 就这么一家公司 这么一个平台 对 对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哈 这个PPT左边的第一个红框 咱们标出来的就是这个时间 是哪一天发生 这个招聘会 然后再往下的这个红框呢 是我们在登陆到学生的这个Handship里面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雇主列表 大家可以看到哈 像UIUC的这个这个公学院 他们是有202个公司来到了这个招聘会 所以还是数量非常多的 那证明其实UIUC在校招这方面确实做得很用心 然后也有非常多的公司 因为可能之前招过这个学校的学生感觉非常好 然后就是再回过头来继续来招聘 所以你看他们的这个202 那这个机会真的是蛮大的 好 然后大家再移到咱们右边看一下 那么现在展现的这两个图片的话呢 就分别是两家公司 具体你打开之后 它呈现出来的他们的这个 比如说招聘的这个工作的类型啊 然后招聘的职位啊 然后还有一些公司的这个背景的简单的介绍 等等的一些比较详细的信息啊 就是都可以看得到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在准备校招的这个流程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 就是你要拿到这个公司的列表 然后你要真的打开这个列表 一个公司一个公司的去看 你是不是match这个公司啊 你看你的你要找的这个职位 这个公司是否在招 这个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提前 要去做research 要做这个搜索 去做这个检索 去做功课 指的就是这一步 那么对于咱们国际学生来说的话呢 在做这个工作之前哈 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第三个小红框 尽量是要去选 一定要接受OPT CPT的 这也是其实节省你自己的时间 因为很多的公司 比如说你看起来这个公司 就是它的这个job description 就是所谓的职位描述 跟你非常的贴切 你非常的喜欢 但它可能由于一些种种的原因 或者它本身是一个政府的机构啊 等等的 它就是不能去找这样的人 那你就也不用去投了 你也不用去这个跟他预约了 要不然也是浪费你的时间 所以我们其实前期去做 这些所有的准备工作 也是为了让你能够 把这些最新仪最新仪 你的first priority 最这个这个最想尽的公司 最能尽的公司 把它都找出来 那么这样 不管是你在线上也好 还是在这个实地也好 你就更有一个针对性 我有哪些公司 是一定一定要去到的 然后剩下的公司 我可能有机会了 想去练一练 比如说这个沟通的能力啊 或者说想去试一试运气啊 那你再去 这个都没有问题 但是一定符合你的需求的 这个公司也能够找你的 有你的职位的这些 咱们是一定要提前做功课 去把它都归纳总结起来 这样你在真正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 你才心里有底儿 好 这个学生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说你的头的这个 这个公司啊 他一定是接受这个OPT CPT的 这有一个家长 这个这是谁啊 小雪啊 小童 说孩子大事 大次同行面试 给了口头offer 并告知了薪资待遇 那你已经走得很远了 但是之后呢 人力部门告知 说呢 这个国际性身份问题 不能给书面的offer 该如何处理 没法处理 你只能找另外的这个公司 据我所知呢 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公司说 是因为一个学生改变他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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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 CPT的这种 这种他的他的公司的这个规矩的 很难的 所以呢 你呢 最开始呢 你要你要有这个就是你投递的时候 要注意 你不能不能乱投 所以你到时候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在那个job fair的时候 要是有线下的那种 他可能呢 这个有的是招收这个CPTOPT的呢 这个公司就排着很长队 不招收的呢 可能就队就短一点 所以你呢 也得机灵一点 因为这个公司他没法说 我摆个大牌子 说我能接受 或者我不接受 他没法这样说 所以呢 你得 你得要去看 得要事先 要做这个研究 要不然你这不是最后浪费时间吗 对不对 好的 好 对 因为咱们这个页面呢 主要是说 就是老师们在前期 帮助学生去准备这个秋招的时候 经常会被问到 因为就是很多学校 还是保持着 这个在线 这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学生们就找不到 说什么时候 才能跟公司约上 这种一对一的 这个面试的机会 所以就是当然哈 如果说 这个 你还是不知道怎么 一般学校哈 都会在这个 就是在线的这个 career fair之前 会有一个 info session 就是他会教你 就是教学生 怎么样去做这些 什么时候该去准备 然后怎么去预约 然后这边的这个图呢 是handshake 他们公司 给出来的资料 就是说 基本上呢 80%的这个公司呢 是会在 在求招的前一周之内 去把他们的 这个一对一的 这个session的时间 就是这个约谈的时间 放出来 所以如果说 你可能比较早 看到没有的话 也不要特别的着急 就是咱们是需要 每天都上 这个handshake 去观察去看 然后如果他放出来的话 咱们就要赶紧去约 因为这个机会 还是很难得的 就大家给想象一下 一个公司 要对多少的学生 就如果你能提前知道 他们有这个 一对一的机会的话 你应该去早点约 因为这个都是很难得的 那如果说 你的学校 放出来的比较慢的话呢 你也可以去发邮件 问一问你们 学校的career center 就是求职中心 一般老师都会知道说 是继续让你等待呢 还是说他知道 这个公司压根 就不会去放 一对一的这样的session 基本上 有很大一部分公司 他还是会做 一个group session 的一个形式 就是会 有一定的时间 然后所有同学 都可以进来 但是可能就是这种session的话 大家就要抢个发言了 会有这样的形式 所以你要提前确认好的 就是这些公司 当然首先符合你的需求 其次就是他们开不开放 这样可以提前预约的 这种形式跟学生 对 这个就是一定得要有一个 这种规划 你别的说呢 说我这个去了 什么都没准备 那你这样的你机会 当然就更少 所以呢 就是这个 大家知道 我这个生本科 我得需要早规划 其实就业呢 也需要早规划 这些都是 就是你不能说到这天 这个 你这个申请截止日之前 那天 你再开始写文书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呢 这个你该预约 你就早点预约 然后呢 这个确实是要经常看 其实我们快车道 很多的工作其实是 跟学生一起来管理这种 这个找工作的这个过程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就这些东西 它是可以分开一步一步来做的 这个公司呢 这个面试啊 是最重要的一步 这个很多时候 大家有这个误区 我不知道从哪来的误区啊 好像呢 就是说 这个公司要我就可以 不要面试 就好像是我有关系户 我有或者我特别强 我怎么样了 就是公司看见我的这个成绩单了 看见我简历了 就直接给我offer了 这个是 我是从来没有看到过 在美国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这种情况啊 就算是 你公司雇个前台 雇个这个intern 也都是要面试的 这个 所以呢 你在其他这些步 对吧 你的成绩单也好 你的简历也好 你的投递也好 其实最后呢 都是要落实到面试的时候 其实呢 我说呢 面试这一步呢 是最重要的 那有的公司 他可能是一楼面试 二楼面试 三楼面试 对吧 这里边呢 这个有的同学呢 觉得说 哎呀 我这个就是净准备刷题呢 刷题其实是最最最最初期的一步 你如果这个 你想找一个这个这个 计算机的工作 或者是数据科学的工作 你连他最基本的这个题都不会 那你是你可能就不该干这个工作 但是呢 这个到了这个面试这一步呢 那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是十选一啦 五选一啦 甚至二选一啦 对吧 那你这个呢 你要是这个水平不如别的人 那你就不行了 所以呢 这个面试呢 是一定一定要重视 而且一定要准备 很多同学呢 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呢 就不知道怎么来准备 或者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准备 所以呢 像我们快车道呢 其实一个非常大的工作 就是帮同学来准备这个面试 这个东西 他就是需要练的 这个 一定一定要注意 这个 而且这样的面试呢 这个 这个他考察你的这些点呢 这些东西 他还是和你入学的时候 这种什么校友面试啊 这个还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公司面试 你主要的看你的这个 这个叫所谓叫 employability 就是你的被雇佣的能力 就像咱们 咱们所说的双螺旋 这个就业力吧 他考察这些东西 他这里是有一个 有很多个维度的 那么你这个东西呢 确实就是要 事先的要准备 而且你这玩意不能背 你这个 这个就是 还是得好好准备 好吧 对 然后徐老师讲 对 好的 对 就是 因为像刚才介绍啊 就是像Huntchick 这样的平台呢 他这个在线上这种形式 可能也是疫情之后 现在变得越来越普遍了 所以他们也是在 不断地去提升自己 在这个线上组织 这种校招的这种能力 我这边得到了一些学生的反馈呢 现在可能是线上的这个 好评是要多过于这个实地的 因为有时候实地呢 它是非常受当天 就是整个这个环境的一个影响 而且就他没有办法保证 你真的能跟这个 就是说这个公司的人 能够说上很长时间的话 但是这一点呢 其实在线上就被大大的削弱了 因为如果说 这个公司他能够开放 这种一对一的话 你是有保证这十分钟 是能跟公司真的说上话的 就你别看这十分钟很短啊 但真正在这种校招的场景里面 你能说上十分钟的话 那真的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就如果有参加过实地的 这种校招的学生 应该是知道的 就当时那肯定是人山人海 就是非常的混乱啊 那个场景 所以你能不能说上 一个是真的是得靠你自己的努力 得靠你自己去排队 早点去 然后这个做好充分的准备 然后真的要去 等于说是都受自己有这个技巧 那么所以线上的话呢 这种一对一的 它是有它非常独特的 一个好处在的 就是你有这个 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十分钟 然后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 基本上这些比较热门的专业 他在Huntchick上面 去开这个一对一的 这个频率都是很高的 而且他的上座率也很高 那这里就要提醒大家一下 也正是因为 他这种一对一的独特性 所以学生 如果你有幸约上了 你可记得一定千万要准时 这个进去 一定要这个收 up 就一定要出现 因为有一些学校呢 它是会有一定的惩罚政策的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 当天没有出现的话 第一次你会收到警告 然后如果第二次还不出现 你可能第三次就不能再去 进行这样一对一的预约了 因为它确实是 对于这个 不管是员工来说 或者是其他的学生来说 都是不公平的 如果你不出现的话 所以说咱们如果预约上了 是一定要保证出现的 而且这种十分钟的一对一的展示 是真的能够在这种 这个比较激烈的 这种校招的这个场景里面 是给你带来非常大 非常大的用处的 对 然后这一页的话呢 咱们是讲的这个 另外一个学校华大 那么咱们选取它的原因 是因为它 今年的机场的话 都是线下的 是in person的 所以这是他们 学校跟handshake合作的 这样一个平台的一个截图 然后咱们也可以看到 这边是可以让你看到 所有的这个 这个来参加的这个雇员的 那我们截图的时候呢 17天之后 它正式的时间应该是22号 对是下周的这个周四 是从这个下午3点到7点的 所以咱们 这个如果有华大的家长的话呢 要记得回去提醒一下 学生就是 这是他们全校的一个校招 现在还是可以报名的 那在这个全校校招的 这个里面的话呢 还是要注意就是说 一定要去检索好 跟自己专业相关 并且接受CPT OBT的 这些信息的 因为它就会比线上会更复杂 因为这个人非常的多 你也未必能一下找准位置 所以就是我们说前期 你如果能知道 说你的这些 提前去踩的点 知道你的这些心仪的公司 都在哪里 然后你也要根据 当时的这个场景去判断 我是否要先去排队 还是说我应该先去 一些小公司试一试 这个就是没有准则的 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在跟学生 去提前做这些 准备工作的时候 就是要告诉他们 有时候是需要 临场应变的 比如说你看到 你特别心仪的这个公司 它暂时是没有人的 那你 我们还是建议 你赶紧先去排了 赶紧先去教了 那如果说 你觉得一上来 自己的这个状态 特别的紧张 那我们也是建议 你可以先去一些 小一点的公司 你可以先练一练 就你先给人家 给给简历 然后去 这个张开嘴 去说一说你的自我介绍 先去缓和一下 你紧张的情绪 你把自己都 这个平复下来了 然后你带入 这个场景里面之后 你可能再去 你心仪的公司 效果也会更好一点 但是但是一定切记的 就是 你既紧张 然后你又害怕 去这个你心仪的公司 因为你看人家排队 怎么那么长 结果你就错过了 我是真的就是 这边有好多学生 来跟我的反馈 就是哎呀 最后有一家公司 就是没去上 因为就是一直 没有去排这个队 总觉得时间还多 还能再去 他也自己心里也会害怕 就是我们一定是 要把心仪的公司 要去到 这是底线 那么其次的话 就是你要看一下 现场的环境 看怎么去调整 自己的策略 是先练一练呢 还是说我就去排 对吧 这个就是现场 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然后咱们下一页的时候 会来具体的说 就是我线上跟线下 我提前去准备的时候 有哪些注意的点 或者是相同的点 或者是不同的点 咱们都应该去 怎么去准备 对 这个是9月22号 就是下周四 这个下午三点到七点 这是四个小时 而且它的地点呢 是在这个 丹佛斯这个campus 就主校区的这个运动馆 这个那就是很大的这个场子了 然后呢 这个来的这些公司呢 这个也是 是这个大家这些公司啊 什么City啊 这个City就是华旗银行啊 都是 都是这个 这个有人来的 所以呢 你想这个作为公司的这些招工的这些人 他也不会说一年 这个这个每个月都到处去跑 所以他们也是集中在这个时期 去这些学校 所以呢 这个呢 你确实得要非常好 非常好的准备 然后呢 现在这个校招呢 平台呢 有的有的学校呢 这是What you的这个学校啊 对吧 他里边他是有了这个说 这个公司是不是接收这个OPT CPT 对吧 你一下你勾选了 这里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计划 有的呢 就算是排队 那你也得跟着排 因为呢 他到点 他就他就走了 走了以后 你说我再想找到他 再想这个 给他发邮件 那可能就就 你就得排到几千名之后了 好的 对 我补充一点啊 就是刚才 忘说的就是 像很多学校 他 我知道的像南加大 他们是28号是 公学院的这个 这个实地的校招 但是他是从26号和27号 这两天呢 就会已经有开始公司的一些 这个等于说是信息分享 这样的一个交流会吧 等于说是 就学生也可以去报名 然后呢 像华大之前 也会有一些信息分享的 这种session 我是有学生呢 就就是去了 因为他对这个公司很感兴趣 就是有一些学校会很好 他会在那个信息分享的 那个就是提前的这个信息里面 会告诉学生 你要带着简历去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公司就 哪怕是信息的分享会 他也会收简历的 那这个就很好 就是你还是可以有机会 把你的简历给出去 然后有机会跟这个公司 到现场来的这些嘉宾 去说上话的 因为公司呢 他是比较倾向于 就是派比如说是这个学校 毕业的学生 去做这样的分享会 因为会就是会更有亲和感嘛 都是你的学长学姐 这样校友的话呢 其实也对他自己的学校的 比如说他这个课程的设置呀 或者是院校的设置 他会更熟悉 所以效果会更好 那么其实你就是有了一个人脉 就是我们所谓的Networking的一个机会 我有一个学生 就是在这样的分享会上面 跟一个学姐建立了一个这个关系 那么这个学姐后来就是跟他说 是可以去帮他做这个内推的 所以就大家不要小看这种信息分享会 可能你觉得就是去听一听公司介绍自己 可能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 但如果这是你心仪的公司 你一定要去 因为他就是会有这种收简历 然后包括去建立人脉的这样一个场合给你 所以学生们就是要带着自己的简历 就是基本上我觉得这几个月吧 你都应该背着自己的简历 就是会经常遇到这种分享会 或者是有很多的这种小招的人 在校园里面 你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对 其实这样的分享会 这个公司来招待这些学生 肯定是有吃有喝的 这个还是去比较好 因为去到这种情况 你就能跟这个公司来招人的这些人 有具体的联系 因为人家跑一趟这个学校 他当然是想要招到更多的 更多的人拿到更多的简历 所以这样的话 你跟公司目标是一致的 对吧 好 下面 好 然后咱们介绍完两个学校 也跟大家都看了 这个平台上面是怎样的一个展现 咱们就来总结一下 就是说在线和实地的校招 前期过程还有后续都应该注意什么 当然大家 就是我们跟大家一直讲说 你要去提前做功课 去做research 你要去了解公司 这些反复的来强调 还有一点呢 就是也要特别注意的是 咱们刚才不是看了很多的 这个公司的介绍吗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公司介绍和他招聘的职位 和什么类型的工作 这些都有 但是唯独有一个信息是没有的 就是JD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job description 这个职位的描述 它是没有在这个 Hindsey上面展现出来的 因为他们这个空间有限 就是没有办法全部都放出来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学生 如果你看到这个公司 有在招你的这个position 你的这个职位的时候呢 你还是只要有时间 你都要回去公司的官网上面 在他的这个career 或者是job这个栏目底下 去再看一下 就是他们的这个JD 到底具体是什么 就不管你是大二也好 你是大四也好 还是你是研究生也好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功课 不得不做就是你要去提高自己 去看JD的这个能力 因为很多学生去写简历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改过很多简历 就会发现 他的这个简历抓不住重点 就他一直是在 以一个流水账的形式 在介绍自己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甚至我还见过有学生 他就是真的 每一个工作底下都能写 七八个小黑点 他就是我每天在微信 就是在这个social media 就是在社交平台上面 创建了多少个文章 然后做了多少个video 就他写得非常非常细 但是这纯粹是抓不住重点 就你为什么要提高自己 去看这个工作描述的这个能力 就是为了要看 你写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真的是人家需要的 如果人家需要 你有一个比如说一个编程 这个A编程的这个能力 然后你在你的简历上写的全是 你在这个安排活动的能力 对吧 跟人沟通的能力 说了一大堆 就是没说到点子上 那你不是白写吗 所以你其实应该就是从大 只要你上了这个专业课开始 你就要看这个JD 那么哪一些 你正在上的这个专业课 是在你的职场中 非常非常实用的 你也通过去学习 怎么去看这个JD 你也更能明白 比如说你可能找到一段实习了 那我应该怎么在实习中去提高这些 在专业职场范围之内 要求特别高的这些技能 你怎么去提升 怎么去写 怎么去锻炼它 这个是你想你是想不出来的 你只有看过非常非常多的 跟你专业相关的这些职位描述之后 你才知道 这些才是你要抓的重点 而非那些不相关的东西 所以这个能力非常重要 那我们在具备了 比如说搜索这个公司背景 了解公司背景 然后查看这个 他的这个职位描述的能力之后 还有一点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专业 比如说是像经济的 金融的 市场的 对吧 或者说这个广告的 等等这些 跟时事贴得非常近的 这些专业的时候 我们也建议学生 你要去查新闻的 你一定要去查一下新闻 就是最近市场上 发生了什么样动荡的 这些大新闻 那么这些都是给你 一些很好的一些谈资 就是比如说你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意无意的带出来 这个除了你这个职位 除了你想找工作的 这个热情之外的一些题外化 那其实在美国市场上 这些题外化 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就我刚才列举这些专业 它对于你在市场上面 对这些信息的敏感度 也是它对于这个员工的一个 非常高的一个职业算的要求 那如果说你这些东西都不知道的话 你是不是就是在人家看来 就是一个只会拿高分 就是我们所说的高分低能的 这样一个学生 所以要根据你的专业 你要知道行业内的人 他究竟看中的是你的什么东西 然后你再去准备 这样才是最能让人家眼前一亮的 这样一种准备的方式 然后我们说 这个再回到 就是我们前期的一些 比较实际的这些准备上面来说 比如说像在线的和实地的 都需要穿着上面都是这个症状 然后在线的话 你就是要检查一下你的这个设备 你的这个就是麦克风 然后你的摄像头 就一定不要抱着不开摄像头 这样的想法 就有些人是这样问过我的 因为他觉得在线吧 就能不能不开 不能不开 就是一定跟你说好了 就不能不开 如果说不开也是对方 绝对不能不开 对绝对不能不开 但是就是有一种情况 我有学生遇到 就是他是那种group session 就是好多好多人的 是这个公司 直接把所有学生的这个麦给关了 然后把摄像头给关了 就这种情况 那你是没有选择的 对吧 公司不让你看就不让你看 但是只要公司没有这样的规定 我们都建议你一定要开 一定要开 然后所以你就要提前去检查好 自己的设备 然后我还有非常多的学生 不只是这种 校招的这种场合 这个设备出问题的 还有包括什么做那种OA 因为那都是在线 在线测试的那种平台 还有做一半什么网断 然后有各种出情况的 这些其实都怎么说 非常的可惜 对吧 因为你都已经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你还是因为设备出了这个问题的话 确实是就是很可惜了 所以一定要确保 提前都把它检查好 再就是咱们这个开摄像头的话 是可以选择 比如说像zoom这种平台的话 它是可以选择 把你的背景虚化的 背景虚化 这样就会显得你更专业一些 如果是实地的话呢 就是我们需要提前去熟悉场地 因为有可能 你可能在这个 就是学校在校招的这个场所 并不是你平常去经常上课的 你可能会找不到 然后你还要去打印好自己的简历 然后要需要用一个硬一点的文件夹去装它 然后要尽量去背这个书包 或者是什么公文包 就是要有一个包 你要提着去 因为你到现场之后呢 是会有非常多的公司的展台 是有礼物拿的 或者说你有这个 这个你跟人家谈完之后 人家会给你发名片 对吧 发资料 发公司的很多的这些 这个周边的这些产品 那你不可能手里面都拿这些东西 再到下面一家公司去 是不是特别的不专业 对吧 所以你就需要去用 有这样一个这个这个公文包 或者是书包 把这些东西都装起来 让自己整个都清装上阵 这是最好的 那包括其实你线下的时候 你都是要准备一些纸笔 在旁边 你不能去现场敲电脑 因为就是咱们敲电脑的这个声音 离你这个电脑的这个麦 是非常近的 就你打字 对方一定听得见 所以你不如是用纸笔来准备这些问题 或者是记录 是最好的 赵老师有补充的吗 这个 我这个最近这学生去面试 其实我都提醒他两点 第一点是这个亚洲的这个男生 尤其大陆来的男生 很不注重这个头发 这个你头发呢 要要梳理好 不能这个很乱的就来 你要不知道怎么样 你就可以去剪短一点 然后再有一个呢 就是你要有一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夹子 就像刚才这个徐老师说的 这个这边呢 是你可以加你的拿银好的简历 你不要期待说别人手里有你的简历 然后这边呢是能够记录的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 你甭管是去job fair啊 这个线上面试啊 线下面试呢 你都有这个夹子 这样你能够记录 这个很重要 这个这种夹子在哪都可以买得到 这个很多学校呢 都有他那个学校书店啊 有印着学校的这个名字夹子 而且呢 我知道有一些学校呢 他那个就是 就是学校会给你这样的夹子 就是得要得要有一个这样的夹子 你不能说 我见着学生就就就就手里就就就就 拎着拎着打印的简历 也就根本这样就就来了 这个是你对人家也不尊重嘛 对吧 所以这个呢 一定要注意 然后呢 一定要穿正装 这个有的时候 这个在线校招呢 你你下身你可以穿短裤 但是你上身 你要你要这个西服领带啊 一定要有 这个男生都是要这样 那女生呢 反正就穿一个这个套服吧 反正就穿一个 也是正式点 你像我女儿去读大学的话 那他就是专门有一套衣服呢 是面试的时候穿的 对吧 虽然他是大衣 那也有也有很多的面试啊 比如说去科研啊 还有他们一些这个俱乐部啊 什么的都都需要面试 你都得都得是很正式的这样子 OK 然后刚才这个这个徐老师说 这个有同学这个成绩好 是高分低能 其实不能说人家高分低能啊 就是人成绩好 就是学习能力很强 但是呢 另外一个这个就业能力呢 你也是有一个成绩的 也是100分的 你不能说你这个学习是98分 你作业是这个这个就业能力是30分 那这样是是不对称的 所以呢 在这里呢 一定要注意 好吧 好 咱们这个这个有点复杂哈 就是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是也有一些技巧的 就像我们一开始介绍 像UIUC 它是在线校招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会有两种形式 一个是这个group session 就是大家一起 那就是你会跟其他所有学生 就有可能会被这个避麦 或者是闭摄像头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公司是 会给你一个 比如说最后啊 它会给你有一个提问啊 或者说自我发言的 这样一个机会 那咱们就要争取在这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时间里面 去尽量的去 能够发上言啊 因为这样才会给对方留下 比较深刻的印象 然后 这个如果是这个在线的话呢 咱们是要记得在自己的 Handshake的这个系统里面 要把自己的简历设置成 对所有人可见 因为这样 就是你在线里是没有办法 就是当下就是 就是这个 就给到对方简历的嘛 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地方 是你一定要去勾选上 那这样对方就能够看到你的简历 就有时候其实系统也会出现 很多很多的障碍 就是就是遇到这种 跟电脑相关 就总是会出现意外 所以就如果说对方说 这个看不到你的简历 那你就一定要make sure 比如说你这个提前发给他 因为就很多公司 他会看他今天会跟几个学生 会有这样的这个session 约谈 那么他有时候会提前联系这个学生 就如果他看不到这个简历的话 他会提前联系你 那你就 就不是说你当天 你到了点儿 你再登上去 那你可能就会错掉 很多这样的信息 因为Handshake上面 它是可以去沟通的 是可以发消息的 所以你一定是要提前登上去看 有没有人给你发消息 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到你的简历 那如果出现了 技术上面的问题的话呢 你是可以提前跟公司联系的 就说这个 你能把你的简历 先提前发给他 就是我有学生 就是真的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然后就是他提前 是把简历发给了这个对方 然后这样他们的这个沟通 才会比较的顺畅嘛 所以就是 在网上虽然有他的好处 但是也确实会有一些 很不可预料的这些情况 那咱们这个 都要注意怎么去解决 那如果是oneone的话呢 就是一定要提前去预约 这个而且预约之后 是一定不能错过的 好 然后实地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两点 你可以选择先去热身一下 但是你的目标公司 是一定要排到的 就是这两点 然后现场的环境的话呢 就是要靠学生来 进行一些自我判断了 好 那么后续的话呢 我们说 不管你是在线 还是你是在实地 你都要注意 你跟你谈话的这个人 或者说这个公司 他后续你怎么去做 一个follow up 就是一个跟进 你是不是有对方 这个公司的邮箱 是不是有跟这个 比如说跟这个谈话的人 他的领音 他是不是给你了 就是可能会有不同的形式吧 像我的有些学生 他就说这个公司的这个人 给了他领音 他就去做了一个可能性 然后呢 有一些是直接给了他一个 校园招聘的一个 特殊的公司邮箱 这个就要注意了 他是跟比如说 这个公司的什么 总邮箱 或者是什么信息 就是info的那种邮箱 是不一样 他是专门 给这种校招建立的邮箱 那这个就是有效邮箱 对吧 所以你是要注意 就是你结束这个session之后 我怎么去做这个跟进 我不可能说 这个我指望着公司 你能记得我投了你 你能记得我是谁 你能记得给我发一个 后续的这个面试的邀请 你是不能指望他们的 你还是要就是对你自己指望 所以你是一定要注意 我们这个后续的信息 我怎么拿到手 我怎么去跟进 这个很重要 再一个就是 你还是要去做往生 这一步很多学生是不知道的 或者说 可能这个公司当下没跟他说 基本上你这个 你所有的这个公司呢 你在给人家给完简历之后 或者是之前 这个顺序不重要 你还是要去在网上申请一遍 不是说你还是要走一遍 所有往生的这个流程 而是说你往生了之后 你就在人家的这个人才库里了 那人家在校招进行完之后 想要去联系你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从他的公司的 整个系统里把你调出来的 也就是说你有一个 有一个case的 有一个文件夹了 在人家的公司里 所以你 后续人家给你发 任何的面试的邀请 然后任何的 这个跟进的信息 都能够在这个文件夹里 有一个储存的地方 这是它 你要去生往生的这个意义 不是说你要再去走一遍 往生的这个流程 所以就是这两步都是要做的 就是给这个去参加校招 去跟人家见面 加往生这两步 好的 所以这些呢就得上心吧 反正然后这也是经验 就是你如果是没有经验 你又没有时间 那么呢 这个可能呢 你不太容易期待好的结果 好的对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展示的 整个在快车道项目里面的学生 就是我们去怎么样 督促他们去做校招的一个资料准备的 包括前期对公司的一个 他的这个公司背景啊 包括你公司官网呀 他有几个部门呀 你自己想要申请的是哪一些部门啊 哪一天见面啊 然后包括公司的一些信息啊 就是我们都会要求学生 在我们的一个总表里面 去进行这样一个归纳总结的 因为你只有把所有的信息 都整合在一个地方 那么你这个当天去参加校招之前呢 你可以快速的浏览一遍 比如说你可以highlight 就是你可以标记出来一些 非常重要的点 然后你可以提醒自己 就是哪一些公司的哪一些东西 你是一定要说的 然后一定要展现一个对方的 你然后你前期做的 这些所有的工作呢 也都是帮助你去理解 你为什么适合这个公司 对吧 就是你只有做到这一步 然后你对这个公司付出了 如此之大的这种精力和时间 那么其实你也 你也这个得到反馈的这个机会 也会更多一点 也因为就是说 咱们其实校招的公司的总量来说的话呢 跟你之后去海头的量 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这一部分是比较精的 是需要你去 真的做非常多的研究的 那当然海头是另一个策略 就是我们在整个招聘的这个流程中 是要在不同的阶段 采取不同的策略 那你才能拿到最后的一个结果 你不能在招聘初期 你就这个先去海头 这个可能不是特别的适用 就是你还是应该先 对你自己心仪的公司 去做比较深的这些研究 你才能够对之后海头 你自己的这个准确度 就是你把你这个准确度 就锻炼出来了 当然海头也有准和不准 这么一说的 也不是说所有你都去投 对吧 所以你这些所有的工作 都是为了后期 你慢慢去再投其他的公司 去做准备的 去打底子的 对下面就是这个 这个建立重要性 还有就是面试的重要性 对吧 你可能校招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越过了那一步 你去你去这个投递这一步 因为你见到了这个 HR的经理了 那么你这个建立如何给人家 你建立写的是什么 这个如何跟人家对话 这个也很重要 这个待会那个徐老师具体来讲 我那个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就是作为这些 这个招人的这些 这些人 比如说是什么 Bloomberg 什么这个City Bank 你这个什么武哥 这就更不用说了 那他都是一天都要收到这个成百上千封的这个简历的 他不可能的每一份简历都是逐字逐句的看 他这里边的他就要找这个所谓这个这个热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那个你看那个武侠小说的时候 对吧 看那个武侠小说 其实呢 你这一页一翻开吧 其实呢 你就大概能看得出这一页是不是有意思 其实这个呢 就是就是经验 就是这个热词 那么呢 你这个这个你写简历的时候呢 你也要把这个这个热词把这个这个人家可能关注的地方呢 你要展示出来 而不能是一些东西这个乱写 这个这个在你的格式上啊 在用词上啊 在这些关键词上啊 对吧 你得能够抓住他的这个注意力 因为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几秒钟可能就过去了 就就就整个这个就白交了 所以呢 在这里边呢 就一定一定要注意这个这个简历的这个写 那么那么这个学生的简历呢 我们现在看到了非常非常多 其实呢 我看的简历呢 大多数呢 就是我最开始看到的时候 都是有相对比较大的问题的 这里边并不是说呀 你有这个错别字啊 你有语法错误 而是呢 这个简历呢 是如何来写 因为简历呢 是在你这个求职的时候的 最开始的 不说主要媒介 它是基本上是唯一的媒介 让对方来认识你 对吧 你这个这个为什么校招重要 校招你是能见到这个人 那可能他有更多的信息 但你如果不是校招的这样的情况 你就给人家投递一个简历 你甭管是一个PDF的也好 或者是一个分解的也好 那你就是这些东西 别人就是要凭借这个东西呢 来评判 我是不是要给你第二次机会 给你这个这个面试的机会 所以呢 这个简历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很多同学呢 比如说在什么大的一些 大U啊 UCSD啊 UIUC啊 那么这些学校呢 他的这个这个 学校的这个 这个就业办公室呢 确实人手不够 像这么大学校 他就十个人的话 他确实人手不够 而且呢 对于中国的学生呢 可能他有一些特殊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背景 所以呢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呢 找到这个人 找到专家 有经验的人 来给你来 这个修改简历 来给你来 这个这个这个 让简历的能够合乎要求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我们这个快车道也好啊 职上行也好啊 其实很多的工作是帮学生来 做好这个简历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帮你投地 还有就是帮你来做这个面试的准备 其实呢 你这个求职呢 你就是这三个方面 你说呢 这三个方面可能 哎呀 太基础了 你最好能够直接给我 给我扔到这个微软去 这个找一个办公桌 我就工作了 这个 那那那那你 你爸要是美国的议员 那可能行了 但是一般的人都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对吧 那你就是得这种这种提高这些能力啊 然后呢 在这个公共的市场上增加竞争力 咱们一起呢 来去竞争 那跟谁竞争呢 其实说白了呢 就是跟这个市场上的其他人竞争 其他没有 没有你这个这个教练 没有你这个这个修改了简历 提高了面试 做好了投地 跟那些同学来竞争 你不是不是这些不一定是你的室友啊 可能是别的也想去花旗银行的这些同学竞争 或者呢 这些同学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或者是国际学生 或者印度学生 或者是美国学生 对吧 因为人家花旗银行是要招 招各种各样的人嘛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这么多人来抢这样的职位 那抢这样的职位过程中呢 你这个这个就是要把自己的这个东西呢 一定要给做好 而且呢 这个求职啊 他和考考试考托福考JRE不一样 所以有的同学呢 他的一个一个这个误区呢 就是哎呀 我现在在求职在刷题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就是说呢 这个你这个求职啊 他考考察的是你这个人的就业力 这些东西呢 他是他是和你这个 他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对吧 他是要靠你这个人给展示出来 对吧 你这个人是不是靠谱 对不对 你是不是能够在英文说叫accountable 是不是叫result oriented 你是不是这个能够对结果负责 能够有领导力 他是要看这些东西 并不是说呢 哎呀 我这个数据结构给搞好了 我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这个高速学好了 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 在这里边呢 他是一个一个思维的转变 所以呢 在这里边呢 我就说这个快车道啊 这些我们这个帮助学生来来求职的这样的这种这种工作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 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你是小白也好 或者中白也好 咱不能说大白吧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初期或者中期都很有用 对啊 比如说你已经是在在亚马逊实习了 或者你已经是在微软工作过 你跳槽 那可能呢 你有你有你很多的经验了 但是呢 很多的这个领域 像比如说这个这个交互设计啊 数据科学啊 计算机科学啊 什么石油啊 能源啊 还有包括是像金融啊 这些行当呢 你他的特点就是 他就想招有经验的人 而且呢 你是没有进入到这个行当呢 你就你就接触到那种工具 你就接触到那样的环境 你就没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呢 他就是一个没有机就没有弹 没有弹就没有机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他的初始 这个第一步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在这里边呢 我们也是一直呢 希望能帮助到这些同学 我们有几位老师 对吧 大家知道这个何老师 还有这个徐老师 我们还有几位这个这个美国同事 他们不经常出面来做这个讲座 但是呢 他们只讲只讲英文的 但是呢 像我们很多的同学 这个进入快车道以后 他的面试的指导啊 简历修改啊 然后呢 这个简历投递啊 其实都是很多的美国同事 来帮助他们 那这些人 他们很有经验的 对吧 有的是几位都是博士的学位 然后呢 还有呢 是就是有是现任的这个公司的 这个HR的director 那当然他就非常多的经验了 所以呢 在这些方面的尽量能够帮助大家 而且呢 我呢 越来越觉得呢 就是这个 这个在美国这个找工作的这个 他的一个逻辑啊 一个思路啊 也和你是读书不一样 而且也和在中国找工作的这个思路 也不一样 所以呢 那你想想在美国工作 想在美国实习 对吧 你想挣美元 这个咱不说一定是要留下来 还是不留下来 就你想有更多的这样的工作经验吧 那你就得要按照美国的这个路数来 你不能用一些中国的这些逻辑 来干美国的事情 这是这是不行的 我们也看到呢 有一些公司呢 就是反正说 在中国的什么什么高管啊 什么什么 弄的这个求职的公司 然后帮学生来在美国就业 弄的结果很不好乱来 而且有的呢 甚至是遭到这个开除 遭到这个不好的情况 就是尽量还是不要这样 这个这个还是要按美国的这些规矩 那么呢 一些东西呢 他其实并没有很花哨的东西 他就是一步一步的来 来这个提高 就跟就跟你要想跑马拉松似的 你就得一步一步来 对吧 我先我先是这个跑半马 对吧 跑十公里跑半马 然后呢 这个六个小时 五个小时 四个小时 哎 我然后最后 我能我能去比赛马拉松 就就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来的 好吧 好 那个徐老师讲 嗯 好的好的 对 嗯 对 他其实我们现在在PVT上展现的 这个左边 他就是一个热点图 就是呃 呃 跟大家来讲一下 就是说简历里面可能最关键的在 比如说像 校招或者是之后 啊 过简历关的时候呢 比较重要的几个点 呃 首先就是很多学生哈 在写简历的时候 呃 这个这个这个不是我们夸张哈 他是真的连自己的学位都写不对 啊 就是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只写一个major 就是他写一个他的专业是什么 但是他不写他的学位的全称是什么 啊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一种错误 就是可能没有前面那个前缀 比如说你是硕士 或者你是本科什么的 这个没有 再其次就是啊 因为现在的很多的专业或者他的学院 他的名字起的并没有那么的精确 或者说他可能是某一个学院里面 你可能学了哪一个track 其实那个track才是你 正儿八经去用来找工作的 但很多学生呢 他就是也不写他那个分支是什么 啊 他可能就写了一个总的 然后别人看到他这个总的 这个这个题目之后呢 就不是很确定他到底学了什么 然后他也不放他的什么相关课程 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啊 别人在拿到简历之后 最先看到的部分 就是你的education 就是你的教育 你的学位 你的这个相关的课程 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了你之后 能不能啊 这个做这份工作 所以就是如果说你连怎么写自己的学位 都还没有拿捏住 就是不知道你到底展现什么 才能够去找到一项工作的话 那你这个问题真的很大 啊 这个包括你这个学这个 你上过了很多的课程 你应该学哪一些去写 这个都是有学问的 然后啊 像刚才啊 程老师讲的就是很多专业 他非常看实习的经历 就是尤其是你最近这一段的实习的经历 啊 就比如说你可能找的是明年夏天的 那么你今年夏天的这段经历就至关重要 你今年夏天做了这个事 你的这个职位 如果跟你明年要找的这个是一样的话 那你就非常的吃香 如果说你的这个不对口 那你可能就会吃亏 因为人家就是看你最近的这一段 他就会默认你的这个职业的发展 是有一致性的连贯性的 如果你都能做到 比如说越一致越连贯 那他就会觉得你在这个行业内的这个 技能是一个累积式的 对吧 你不是说你先去做了餐厅的服务员 然后又去开了什么Uber 对吧这个就是肯定会有中间会有断层 所以你还是要尽量的去保持 你简历上面的一个一致性 就是你一定要为你之后的那份 最终的工作要去搭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你每一段的实习 他都要找的非常的精确 再就是我们会要求学生去 尽量的凸显你的技能的关键词 那其实这些所有都是要基于 我刚才提到的一点 就是你对这个职位的这个描述的研究程度 就是你是否有这个能力去看这些JD 你有这个能力 你能知道对方要的是什么 你才能在你的简历上面去凸显 就是你这些关键词 我们会有时候要求学生 你就把它标粗 把它加就加粗出来 那这样对方在看到的时候 他能比较快速的去捕捉到这些技能的关键词 就会你的这个过关的几率就会更大一点 再一个就是他希望通过看你的这个简历去看一下 你这个人是否靠谱 就等于说你的在这个格式上面 你在语法上面 你在这个细节上面怎样去展现 因为他并没有见过你这个人 对吧 他是最主要和最唯一的一个一个途径 就是去看你的简历 那如果你这些细节都能够抠得好的话 那你的这个过关的这个可能性也会更大一些 对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我们会教 就是他这个你在校招里面 这个遇到的就是跟这个对方去沟通的这个形式 可能跟你之后去 人家给你发了一个半个小时的这种面试邀请 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因为就像我们一直反复说的 你可能最好的情况是有一个单独的 一个十分钟的这样一个时间去跟对方去沟通 那么大部分情况下可能会比较的匆忙 或者说你需要极力的去争取表现你自己的这个时间 那在这样短的时间和这样高压的环境下 你应该怎么去做一个 我们说professional pitch的话呢 就是说你需要在比较这个极限的环境里面 去跟对方进行一个展示就非常的关键了 因为你不像说是真正那种30分钟的面试 你有自己这个独有的时间 然后你能这个从容不迫的去慢慢的说 那我们说你在校教的这个场景里面的话 你要学会去高度归纳总结自己 然后要学会突出自己的一些优势 就比如说你不可能一去 你就说我叫谁 我是什么专业的 然后这是我的简历 你看一看吧 就如果你只是说这些的话 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这个去这个校招的这位 这位这个公司的这个员工 他每天就他那四五个小时 他要见多少这样的学生 是不是都去了就可能就说 哎你看下我的简历吧 然后等着他去反问一些问题 所谓的面试中是不是都是人家来问你的 你就等着你 人家去人家这个到时候去剪辑 这个看你的简历去问问题 有多少学生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去的 所以如果你仅仅是为了给简历这样一步的话呢 那你真的就是白去了 所以我们说你还是要在你自己的自我介绍 非常非常基础的信息之外 你要去高度概括总建议自己 就是所谓的你要去把你的这个skill set 就是你的技能的核心和突出 和符合他们公司调性和符合这个职位的这些东西 你要再多说这么一句话 这是第二部分 那你光说这一句话呢 够不够 就是老师们的要求是还稍微欠缺一点 因为你最后还可以加一句 让对方对你印象深刻的一句话 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提前已经申请了 在网上已经申请了这个公司的职位 那你就可以说我已经apply了你们公司的这个职位 几天前就apply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candidate一个这个match 对吧 你可以去把这个话就告诉对方 然后那人家就会觉得 哦你真的真的是做了一些研究之后 才来跟我来进行沟通的 你对这个这个整个的效果非常重视 就是对我这个公司非常重视 那他对于你的这个印象就跟别人随便 那这是我的简历 这个学生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吧 然后如果说你以前做了一些这个背景调查 你对他这个公司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新闻 就像我刚才提到了某一些专业 就是他会对这个实时的新闻会比较关注的话呢 其实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对话的 这样一个窗口 你其实自己就可以抛问题了 就不用真的是按照按部就班的 人家看一看你的简历 然后你等着人家去提问 就是现场真的没有那个时间 你就是要把握住那几分钟 去让你自己这个这个脱颖而出 所以就是这一段话呢 其实是很就是你是需要花功夫去练的 但是我们说也是你能够去想象的到这个场景 能够提前去准备的好的 所以就是还是就是我们说这个怎么去准备 怎么去练 像刚才程老师提到的 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外籍的导师去帮助学生 那其实就是帮你去塑造整个的这样一套 非常让你这个突出的这样一套话术 所以这个找工作呢 就是其实他的这个竞争性更强 这个他不像说我这个CMU 一个硕士班这个这个数据科学 一下呢招这个100个人 那你找工作他就是一个罗币的坑 对吧 他这些工作都是有他的这个这个每一个职位 都有他的这个职业职位的描述 这个有他的工资啊 有他的什么 所以你这个就是一个竞争 那呢这个 这个 对方呢他也会在这些竞争里找竞争者里找到他认为最好的 所以呢那这里面就是你就不能乱来这里边对吧 很多东西呢你就是要经过这个训练 经过这个准备 如果你没有经过准备 别人经过准备呢 那当然你的这个优势呢就就会变小 对吧这个是大家都能理解的 对 而且这是绝对的是一个罗不一个坑 他不是不是一个说哎我先招进来这个200个人 然后再说再到公司里再看 不是这样的 你到最后他一定是哎这个人他是要到哪个职位 他是做什么 他的经理是谁 一定是很确定的 对吧 不是说这个这个像像这个学校学校这个招生一样 所以这里面他的这个逻辑是不同的 好对 那最后就是这个家长朋友们 这个学生朋友们 如果你马上去求招了 你就可以从这三个方向上再去检查一遍自己 是不是有壁垒 就是你的心理上 你的装备上 还有你的策略上 就是咱们心理上首先就是 当然不能掉以轻心 你不要觉得就是去走马观花去了 你就是去看一看 这个体验一下 大学生活 你不是这样的一个心理 你一定是要提前做好很多的准备 就你心理上先重视起来 那么这个回馈就也一定会好 那装备上就像刚才程老师也举了很多很细小的例子 不是说我们吹毛求疵 是因为真的就是学生他有时候会 顾及不到这么多这么全面 因为他可能花了更多的时间 比如说在看公司的这个介绍上面 对吧去搜索新闻上面 所以他经常会就是会有些小的细节上 会不太的这个关注 那作为后人的团队来说的话呢 就是我们能够做到 如此细致的去提醒学生 哪怕是你在这个文件夹的一个选择上面 都能够做到的 然后再就是策略上 所谓的这个避重就轻 就是你知道你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你知道你在整个的 这个公司列表里面的重点是什么 你知道你在简历上面的重点是什么 你知道你在面试中 要去凸显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你只有把握的就是重点 你其实才能够在其他的层面上 去做到这个让别人去印象深刻 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小的点 你真的是要放过的 因为你需要花更多的精力 去关注更重要的事情 就大家可以从这三点上 再来检查一遍 自己是否真的做好了求找的准备 好下面讲几个案例 这个案例并不是说 这个学生就进了这个谷歌了 其实我们很少的学生直接能进 就没有学生是能直接进入谷歌 其实我们很多的学生都是 我们帮你走出第一步 那你第一步以后 那当然是有很多的成就了 对 好 对 因为之前像 我记得上一期 何老师是给大家讲了 非常完整的一个学生的 从 等于说从无到有的像一个例子吧 然后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因为像刚才整个 这个秋招的话呢 比较重要的像简历啊 面试啊 还有准备啊 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分别来看一看 就是我们这个是怎么给学生去准备的 像简历这个部分呢 我们大部分收到的简历哈 其实就像是最左边的这个图一这样的 不管是格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完全不充分的 然后在中间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是结了一个正在修改中的一个简历的样子 就是我们会带着学生看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放在简历上面的 这个可以去当做这个这个正式经历的 因为确实哈 很多的学生在找到我们的时候 他是没有过什么实习经验的 因为他就指着我们来找这个实习的 所以呢 他其实简历空白 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 就是你还是要在比如说你过往的这些 你跟着教授做的项目啊 或者说你学校的一些课程里面的项目啊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写的 就比如说像很多的这种 这种这个tech的专业 他其实是更注重的是你使用工具和你锻炼使用工具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些过程是如何实现的 就是在你的学校的大项目 大作业里面就可以有所体现的 那你拿着这些经历去找到第一份实习 是非常合理的啊 合情合理 所以这就是我 为什么我们要去跟学生不止一次的去约谈 我们是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发学你过往的经历 有哪一些是可以放在这个简历上面的 然后再通过对这些简历的描写 最终最终就会形成一个第三页的这样一个版本 就基本上所有啊 也不是基本上所有 我们这个去秋招的学生 他们只要去投递 他们的简历就一定是满的 一定是满的 就是学校的作业 或者说他这个校外的一些这个活动 当然就是有时候校外的活动 也要看你怎么去写了 你不能可能就是有一些活动 它确实是可能只是一些组织啊 或者说一些这个活动的这些参与啊等等的 但是你通过一些就是比较细致的一些描写 或者是你对动词的一些选择的不同上 你可以去体现的是你的团队的协作的能力啊 或者是你的沟通能力啊 或者是你的领导的能力啊 这些其实都是可能在一段时期中 非常非常被需求的一些技能 这个取决于你怎么去描述你的这段经历 而不是说你什么经历都没有 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学生哈 只要他上过一些课程 他多多少少参与过一些课外的活动 他这个简历都不会是说像第一版这样 半夜都没有 他就拿出去投 那你半夜都没有拿出去投 是肯定不会有公司理你的 所以最最少起码是一页 那么在这个专业度上 这是我们需要去提升的 对吧 你可能通过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的实习 你慢慢的替换掉 你简历上可能不太相关的一些实习内容 最后得到一份 可以去冲一些啊 这个比较好公司的这样一份简历 对 来那个呃 徐老师有这个有家长问说简历中不需要贴图片吗 那个 对啊 对我看到了哈 呃 照片不需要贴啊 这个如果我估计您是看到了国内的简历吧 对因为国内他的求职的这个这个要求跟国外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国内的话呢 是会需要非常多的个人信息在投递简历的这个时候就需要知道了 比如说你的年龄啊 你的照片 然后你的甚至是你的你的成分啊 就是反正是比较多的一些信息哈 但是在国外的话呢 你基本上就是只需要你的姓名那就可以了 然后是你的这个电话 你的邮箱就人家怎么去联系你啊 这个是你需要去去展现的 其他都不太需要 其实更多的是你怎么你怎么去展现你的技能 就是你怎么样让对方知道你是适合这个职位的 不是说你是因为因为什么背景哈 对所以就是太过呃这个个人的一些信息是不用给的 对你看这个这是这是百度上我搜了一下求职简历啊 这些你看这些都是有照片的呃 其实我们在国内这个招人的时候 这个很多的这个呃 简历收到都是有照片的 这个所以我就说嘛 在中国求职和在美国求职 他的很多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 嗯我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啊 但是呢在嗯 在美国的这个专业的简历呢 呃 大多数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照片的 呃 这个呃 很多公司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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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也不愿意看到你的照片 呃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这种性别歧视啊 年龄歧视啊 呃 呃这个这个家庭 家庭的这个这个这个背景歧视啊 呃 很忌讳这个方面的 当然我要是见到见到真人 那当然是这些他是能判断 但是他不能够因为你的性别 你的年龄 你的性取向 你的你的这些呃 种族来这个这个做决定的呀 比如说你的照片是个黑人 你的照片是个什么白人这样子 呃 所以这里边呢 这个关于简历呢 我想多说一句呢 就是呃 有的同学这个这个拿来简历 呃 然后说哎呀 我这个简历是有人给我改过啊 我说谁给你捡过 他说我我我妈把我改过 但是呢 问题是你的孩子的母亲的这个这个经验呢 是在国内的经验 所以改出来以后呢 他是不符合美国的这种 这种这个职场的这样的经验 你说你这个孩子父母也不一定在美国工作过 呃 所以呢 这个呢 还是要按照美国的这个规矩 他可能呢 这个逻辑呢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呃 所以我们只能说呢 哎 我们是在呃 美国求职的这个指导的专家 你说你要在国内去求职 那我真是不懂 呃 那你可能这个这个 你可能要找国内的这个专家 或者这个时候父母可能能帮到很多的忙 但是在美国这个求职呢 你得要按照美国这个逻辑 而且这个逻辑呢 呃 他在很多时候 他是靠 他是要经验的 因为学校呢 很少学校呢 会给你讲一门求职课 对吧 呃 那么呢 这个呃 你学生呢 他有时候他又 刚才有一个同学说 哎 这个孩子很忙 呃 能不能给他文字 呃 文字版 有可能给他文字版 他也很忙 他也可 他也不不不去关注 那么你这个实际上呢 就是说呃 看你的这个 你的优先级是什么了 对吧 你如果是呃 这个这个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视频 你你没时间看 呃 这个这个呃 你可能就觉得就业 他就他就是 就是一个天然掉下来的一个东西 那可能呢 你在竞争的时候 你就比不过其他的这个学生 所以这里面呢 呃 还是要把它当成一门功课 当成一个学问来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呃 这个这个 还有说 请问简历需要写出自己实习的成果吗 那当然了 简历最重要就要看你的这个实习 实习的经验 实习 一个实习的经历比你这个写一大堆课程的经历都有用 因为实习的经历的话 他会 他会这个这个呃 这个对方这雇主 他会能够能够联系到自己的公司的这种情况吧 你当然要写 那你这个实习经历怎么来写 对吧 这个很重要 像中国的简历的一个逻辑呢 就是哎呀 我去找那个名头特别大的公司 公司什么华夏证券了 什么什么 什么这个呃 这个中国证监委了 还有这样的什么国家开发银行了 什么之类的 这种经历 但这种经历呢 你这个名头越大呢 其实对方呢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呃 雇人的经历 他是 就是其实你是让他增加这个警觉性 他说哎你去那 你到了这个这个这个中国开发银行 你干了什么呀 如果你说不出来的话 那你的这个你的这种这种这个credibility 就是你的这个可信度就立刻就就一落千丈 对吧 那么呢 呃 你得能配得上 你不能说哎 我去国家开发银行去给人收发史去发报纸 那如果这样情况你干脆别写 那或者呢 我去给一个人呢 当PTA 就是当这个这个呃 这个这个这个个人的助理 那这种你也千万别写 这个像很多学校就是遇到这种情况 就直接就取消录取呃 所以呢你这个得要相配呃 所以呢这里边的这个逻辑是很不同的呃 国内呢就说那哎 我一定要是大名头的呃 呃 那在美国呢 其实呢是更希望的你这个东西呢 是跟你的能力是相配的 对吧 你第一个职位你就就可能就是一个很草根的东西 对吧 而且你不能不应该说哎呀 我因为这个是草根的东西 我丢脸没什么丢脸的 你这个呃 有一个大名头说不出东西 这才丢脸对吧 这才这才失去机会呃 有有小的这个公司你干了什么事情 说了什么成果对吧 你在小公司他可能做出成果 你去了这个国家开发银行 人家都是都是一个项目都是管好几十亿 好几百亿的你说你能做出什么成果哎 你就算说你做出成果可能呢 这个董行的人一问就知道是怎么样 你几几几两对吧 所以呢还是呢就是锻炼好这个内功一步一步的 就是呃才从这些呃你的这个竞争者之间呢 来脱颖而出这个才是你的目标好吧 呃行下面呢徐老师讲 哎好的好的呃这个就是我们想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秋招呃指导前后的一个对比哈 就是右边是我们呃这个比较详细指导过的学生 他在昨天参加完求照之后啊给我们的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反馈 那么他就是说他申请的那几家公司他全部都去到了 而且感觉自己的表现是很不错的 呃虽然说就是没有因为他是实地的嘛 所以他没有就是说现场那种非常长时间的这种面试 但是呢呃就是这个呃他都给了简历并且呢是标注了他的这个呃兴趣的 那么这个就是说呃呃呃呃对您往上再往上往上 啊对对对就这一段是学生的学生自己来反馈的 所以说这个成果上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 至少说他自己想去的公司他都去到了 而且我们其实后续也都有了可以去跟进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其实再下一步就是咱们就等去等这个公司来发新的这个面试的邀请 呃这个就是说我们做的比较好的 那他其实在做整个的前期的这个准备工作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按照底下这个图的这种比较复杂的这种流程来做的 呃这个他就是因为前期做的比较的充分嘛 所以他才能够在这种呃实地的这种呃这个career fair上面会做到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成果 呃然后就是比较可能不太理想的这种学生的状态呢 就是我们左边的这位同学给的一个反馈 就是他自己也能够感觉得到他没有对公司做太多的背景的调查 然后所以呢他就是可能有了聊的机会 他都呃开不了这个口他都不知道要聊什么 他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在听别人在问些什么东西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有准备和没准备一个非常非常直观的呃 参加完这个校召之后的一个反馈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呃非常重视就说前期的这个准备的工作 不是说你人到场了你就是为求职做出了这一步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 啊对就是其实呢这个这个大家可能也去 有的人去参加过招聘机会作为应聘者 也有的人去呃招聘会去招过人对吧 那我以前呢在呃公司公在这个一个能源公司工作过的时候呢 我也每年去CMU去校叶招聘 我没有去这种大厂的我去的都是都是这个二次的这个面试 就是去那以后就直接在那个一个他那个那个学生中心小屋里 就就学生一个一个进来面试学生 就是在学校里头面试啊 其实呢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竞争是非常非常强的 因为呢你想你跟这个比如都是CMU的这个像我招的这个都是 比如说机械工程系的这些学生都是本科生 对吧那那一个一个进来的你的你的这个这个同班同学也好啊 呃这个这个或者是隔壁专业的学生 其实都是背景都是差不多的 而且呢他们其实都是在争取的这一个公司的某一个职位 所以这里边竞争竞争是很强的 那这里边呢我作为招人的人 那我就要看你谁是合伙我的胃口 谁是准备好了 谁是让我呢比较省事对吧 呃那有的人我就明显看出来 他是有准备 而且是有这个高人在后面指导的 对吧我想说什么 他就绷击就给我说出来了 呃然后呢这个最后还帮我总结一下 哎呦那那我当然就对他的印象深了 那就比一些就是可能成绩特别好 但是穆格登呢就就没有准备 呃没有准备当然要好多了 其实我作为招人的这个经理 我是没有这个功夫去去帮你去总结的 对吧呃我一天要见这么多学生 所以在这里面呢你这个这个就是要是内卷的 就是这种竞争的这种其实是很可怕 你说哎我CMU的学生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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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UiUC的学生竞争那那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但是呢你这个这个呃都在这个校招的这种场景下 呃这个互相呢他就不由自主他又起这种竞争 这个其实是比较难的 但是你说校招因为这个我我就不去了 那当然当然不行了 因为校招我说了嘛 他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就直接越过了你这个 投简历这一步对吧 所以呢这里面的是很重要 然后刚才有同学说除了有一个公司不收简历之外 其实不收简历呢你也拿到他的名片了 你也让人知道你是谁 然后你就再把简历发过去嘛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后边这个这个徐老师讲的是 呃这个表这是我们内部的这个一个流程啊 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这个学生 呃我们来帮助他们的时候快车到 我们都是有有一个这个呃这种控制文件的呃 来这个帮助这个文件是学生啊 我们啊我们的这个这个专家老师啊 都能够去去工作的就这就是一个等于说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协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跟就跟你是跑马拉松的时候 你有教练员啊你有队一啊你有你有这个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营养啊什么的 那就是来来支持你就让让你在这里能够竞争成功嘛 好的 好下面联系我们这个啊这个快车到这个我来讲一下这个 这个呃后人这个直上行呢 这个快车到呢是一个后人专有的一个一个项目 呃这个项目呢其实是从今年的二月份开始 呃我们所有进入这个项目的同学 我可以说呢呃这个结果上面呃不是百分之百都找到了工作 没有没有没有这么审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学生 是找到了工作找到了实习 有三分之一确实没有找到因为可能个人的这个起点不一样 而且个人的要求的条件也不一样 但是呢我们百分之百的学生都是有面试都是有多个面试的呃 这个那你你你你你这个人家都给你这个面试了 就是已经到了极选一的情况呃那没有通过 那可能确实可能自己呃或者不适合这个岗位 或者是这个这个双方没看对眼吧 那你至少到了这个这个这个程度了 那么这个快车到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帮助同学呢 我就说就这四个事情 一个的就是树立你的这个这个这个信心 你的策略你的积极性呃第二呢就是改简历呃有一份合格简历 然后是帮学生投递我们标准的这个package呢是投递80个职位 然后再有就是帮你面试 然后你说后边哎呀这个呃帮你来这个心思谈判呀 什么什么这些呢都是都是这个这个这个呃笑着干的事了 那个那个呃以后的事了就是最开始呃让你能找到这个工作 找到这个实习呃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呃那我们看到呢 其实有学生基本上有两类吧一类呢就是他自己呢也比较上心 也比较积极那么这样的话结果就很少很好 另外一类呢就是哎呀这个就是被这个推进去的呃这个 呃那这样的话呢呃就是就是他自己呢不是很积极 那这样呢这一次的他可能效果不太好 但是呢你经过这一次这么一个磨练一个提高呢 哎他确实知道说哎呦我这这段时间可能呢我的能力还不够 那我我以后我呢呃这个这个去去再找工作可能呢就会更好 所以呢总是对学生呢是有是有这个提高的 那我们呢也看到了呢就是有很多的学生就是进来的时候真是零基础的 那么我不怕零基础但是呢你零基础你要是自己很努力很想找到工作 很有找到工作的意愿 其实在美国是有很多很多工作的呃但是你说呢哎我就是就是来打酱油的 这个工作这件事对我不重要那么呢呃可能呢这个这个谁都不太能帮得了你呃 那可能你就还是得接着接着再读书吧可能是或者呢呃这个这个失业一段时间可能才才能够有这样的体会呃 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的呃学生的这个他的这个进步我觉得都是非常大的呃 反正各个学生起点不同吧那么呢这个这个进步都很大 而且我们快车道呢就是帮你呃这个能够呃这个这个呃 这个这个教你怎么上高速对吧 你这个你从你从这个纽约开开到费城你这样走高速对吧 教你上高速你这段高速开完了以后你再去任何地方都是可以的了 好吧呃这个快车道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好随时开始比较好 都都都都都好现在也也现在开始也可以你过两月开始也可以呃这个大一大二大三大四言一言二呃呃 呃呃博一博二博五学生我们都有对吧这个就是你如果这个就业的这个就业的能力不够 你不知道如何呢在美国的用他美国的逻辑来找工作呃你觉得呢你的哎我的能力是可以但是我的求职竞争力相对比较差 老是这个这个被别人刷去老是这个投了简历没有人理我那这些都是有用的而且我们的这些老师都是非常厉害的都是这个这个这个在这个这个 HR领域啊在这些方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经验的呃呃这个大家可以我我我我采访过几个学生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视频呃非常不错好吧呃然后这里边呢我说呢就是他不是什么他不是灵带妙药不是说哎我就给你扔到能直接给你扔进微软 能进扔进这个花旗银行呃呃我们做不到这个呃呃这个这个这个我也不相信有人能够做到这件事儿 你求职呢就是最后就是从公共的市场来找到这个职位呃这是这是正道 你说呢哎我就我就认识这个老总我就怎么样你认识老总老总也不敢吧你就给直接就给招进来呃你还是要这个这个走这个公共的市场 呃公共的这种这种呃职位好吧 好的呃对然后这里边呃有一个小的一个服务就是这个OPT CPT的合法呃这个呢其实越来越重要我们呢这个呃马上呢要推出一个呢就是叫这个OPT CPT身份管家呃就是管这个一个学位的过程 比如本科就是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因为你可能有几次实习呃然后你毕业OPT然后呢这个研究生研一研二或者博士生怎么样的 因为现在呢对这个OPT CPT的这个他的要求呢越很复杂很严你这里边呢是呃如何申请CPT啊如何申请OPT啊 然后包括以后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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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怎么来寄呀什么之类的呃这么一个这个服务呃这个大家关注一下吧我们应该下周就推出来这个呃价钱不贵价钱是680美金呃这个但是呢这个你就哎有了这个以后你这个 这个CTOPT在你这个这个一个学业的阶段你就不用操心了呃就是有这么一个你说叫管家也好叫这个这个指导也好呃就是把这件事搞定了我觉得600多美元这个还是值得的因为呢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同学有这种OPT CPT出问题的情况这个出问题情况就是因为它涉及到这个不光是移民局还有什么劳工局啊税务局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呃 你你你你申诉都很难所以呢最好不要出这样的问题下面这个哦商业智能呃这个这个方面徐老师说一下吧这个项目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对嗯好的好的对我刚才还看到有家长在问哈说如果是这个博士的话实习的经验重要还是什么大概类似这样一个问题哈其实就是如果是博士的话你的科研的经历应该是更重要的包括可能像咱们现在马上要去升学的这些 家长和学生朋友们其实你有一些比较好的科研项目或者是有能够去啊这个极力推荐你的教授的推荐性的话你的这个申请的这个结果就是会会更好一些那我们这个商业智能和数据分析 因为他这个像这个呃BA呀还有DA呀这些专业都是呃近几年非常非常火的一些研究生的专业啊他可能在本科都呃不是有那么多学院在开设但是他在研究生院的话是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在开设这样的专业了而且之后找工作的这个岗位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么这个项目的话呢 他是由我们啊凯雷金贝隆大学就是全美排名第一的这个信息技术与管理学院的教授来主导的他是会亲自来带学生的然后我们每一个班的学生人数也不太多他就是会招啊四到六个这样的研究员就学生的这个这个这个title part就是他的这个职位就是就是研究员那么他做的事情呢 就是来帮教授去做一些啊这个数据上的收集和整理然后包括这个分析啊然后这个商业上面的一些分析等等然后呢啊我们今年这个班的话他因为啊就是教授自己的科研的一些进程吧所以我们其实今年这个班开的不多啊这一个班的话是我们今年最后一个班了啊然后他其实对于你即将可能要去申请的话会帮助非常的大因为啊这个教授对于啊 去历见学生去啊帮助他们去追求更高的一些这个学术上的成就还是非常非常的上心的就是而且教授他本身啊他的科研背景也非常的厉害所以如果说你对于这个BA DA这两个方向是很感兴趣但是有可能对自己的学术背景没有那么那么的自信的话呢这样的项目就非常的适合你啊而且他整个的项目的设置里面是有两个小项目会同时进行的那么其中一个项目呢还是跟啊 Uber公司在合作的一个项目所以你能拿到的一些数据啊然后包括你能去啊做的一些内容都是比较有市场价值的啊那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话其实你与其说是科研经历但其实你的商业价值也是存在的那这个你之后不管你去写文书也好还是啊你去这个啊之后写在简历上面也好他都是在这个职业的发展上面都是能够去跟更好的去帮助到你的嗯好的 这个啊今年为什么是九月底六周呢就是其实呢呃这里边有同学呢他是在呃大四申请研究生那么呢你现在九月底开始六周呢正好在十月完成呃这个对申请研究生呢还是来得及的呃这个对很多的同学申请研究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你如果现在大四的学生你还没有什么呃在美国的科研呀会实习的经验其实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呢这个呃对如果呢这个在9月20号之前这是上个礼拜我那个何老师呃创建的这么一个这个这个这个优惠码呃如果呢是这个这个呃联系我们对这个快车道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送一次美国导师的这个面试培训一次这9月20号呢就是这三天之内就就就结束了这是对对求职方面的大家可以找学术哥 呃然后如果有需要综合的这个分析呢可以来找我OK呃然后呢大家呢可以来呃进入我们这个讲座的这个群我们的这个这个呃讲座的这个powerpoint的那个截屏都在这个群里OK呃然后有有有的家长说哎呀这个群给的给的太晚了其实你要是呃事先来预定这个讲座的话都会在这个群里头所以呢呃最好还是事先注册一下 好下面哎呃今天都已经两个小时了这么长时间那个呃有一些家长这个事先提的这个问题呃对你要注册呢你这个提的问题呢就能够相对比较比较详细的来回答而且有的问题呢我们也是事先也也也也准备过讨论过一些 然后这个生大二的学生明年实习能找到实习的工作吗应该做哪些准备 加大戴维斯这个物理准备转计算机 这个呃能不能找到实习的工作那当然你得努力找了你不找你当然肯定找到了 而且呢明年实习工作就是我们说了就是这个在呃今年的这个秋招你要去找 而且呢你如果想要是物理准备转计算机的的话呢呃那你将来这个这个升学的时候可能你就更需要你的实习的这个经历 因为你等于说你不是计算机的科班的出身吗 那么呢呃这个你到了这个这个大二你再转呃或者有的呢是到大三在转呃那你当然你到最后你比如你要申请CMU的计算机呀或者是哪的计算机呀呃各大计算机呀 那么呢你就呃得要有这个实习呃所以呢你就实习就是具体应该做哪些准备吗 就刚才我们所说的今天讲座的这些准备呃你就要去去做好吧 什么时候开始找大二暑期时期有什么途径宾大经济这个徐老师回答一下 嗯呃今天还挺多大二的这个这个这个学生和家长朋友在问哈 其实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呃就是我觉得从比较早的时期开始去想这个事情 而且其实就是咱们这个也可以试一下学校的很多资源哈 啊因为就比如说你可能像刚才这个转计算机的这个学生我刚刚忽然就想到我有一个学生他在简历上面就会写比如他之前在他们 学校的一个it部门啊去帮助广大的哈呃学生和老师们啊faculty他去做那个就是电脑方面的一些 检查呀或者是几个几个疑难杂症啊他就会去处理其实这个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的方向就是你你确实是你你不可能一步登天嘛那那你去找的话呢你可能如果说你简历上面现在空空如也没有没有过任何时期的话嗯比较难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建议就比如说如果你年纪低的话你从学校的一些这种这种资源入手是很常见的就是很多学生他都是这样做起来的 所以你也别觉得那个工作怎么怎么样他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其实呃而且像比如说如果你是经济的话你可以去学校的一些呃像类似于club呀就是他们会有一些社团啊或怎么怎么样你都是可以去试一试的就只要我觉得就只要有事做哈就你别暑假你什么都不做然后你到了来年秋天的时候你又有一个同样的疑问就是我怎么去找那真的就是老师们就很难帮你了就是你至少要保证每一个假期你都是得有事做对吧 有一些是跟教授做有一些是跟啊这个学校合作公司做有一些是校外的一些什么机会或者是校内的就你都得先提前去安排好嗯呃现在就是现在就开始找大二的暑期的实习好吧什么途径就是你现在先先用校招这个途径吧因为这是最好的途径对吧这个四分之三的职位都是这个时候呃来定的你为什么不现在来找这个你说我到我到这个这个这个 三月四月再找那时候没找到再找嗯来不来即那当然你也比不找好对吧所以你现在还是找吧一般来说面试官对于简历上内容会更看重哪一点对于简历没有很丰富的情况下应该从哪些角度来丰富自己的简历应该从实习的角度来丰富自己的简历这个如果你是心理学你是我不知道你是临床啊还是还是什么方面的心理学那你更应该来丰富这个用实习来丰富自己的简历 这个面试面试官一定是对你的实习更加看重因为你这个说实在的你在哪个学校什么专业GPA这个就是一眼就过去了你说你说面试官会说哎你是怎么得到3.8的GPA的你给我讲讲你的这个学习的经历没有面试官关心这对吧你3.8就是3.83.6就是3.6对吧然后呢你这个但是你的这个实习的经历那他会注意注意所以你的这个 这个就是通过实习来丰富吧反正你要是这个这个可以从这种比较安置的这种实习或者安置的科研开始对吧因为你是在初期嘛这样子GAP这一年GAP这一年这学期将结束本科学业有什么办法可以留下来搞找实习有什么办法可以留下来找实习这个徐老师说 就OPT吧就是没有什么什么办法就OPT啊就是赶紧是对你说这学期是指就是说可能是冬季毕业是吧那你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开始去申请OPT了我们现在冬季毕业的学生都已经在跟学校去走这一步了所以你就赶紧先去申请吧就是你有了这个OPT之后呢你也是有那个合法的这个失业期嘛你就可以在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合法失业期结束之间这都是你可以找工作 的一个时间那么新闻专业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不要挑这个也不要管这个大小比较难找工作有点难对但是就尽量去试吧对我再我再说一下啊我猜测呢这位同学呢是可能是提前毕业提前半年毕业这个提前半年毕业呢 我以前我一直非常的这个这个这个明确的不建议提前毕业这个我advice against it就是提前毕业的同学呢一般有几个特点就是嗯每一期选很多的课 然后呢这个实习啊课外的经历呢非常的少呃学出来的就是书呆子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呢就是他的他自己也好他家长也好呢呃以这种提前毕业为荣这个这个觉得哎呀我们家的孩子对吧别人四年读完了我三年三年半就读完了 其实呢你要换一个角度来想为什么大学设置四年的这个毕业你要真想读三年你到英国去读英国全是三年的你你你你这样去去那你可以省省这个时间那么人家设置了四年呢其实就是希望呢你能够学习实习体会呃体验对吧你这个amerson college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在这个波士顿的这个市中心很好的一个学校对吧你是新闻的话 那你当然呢你就是呃在这个过程中你大一大二大三你是可以去有实习的经历的或者呢你在这个时候对吧你学的这个新闻专业呃如果呢你好好的规划呢你其实可以学一个双专业对吧比如说学一个数据啊或者学一个什么这样的你对以后将来的实习啊就业啊可能的会有更好的这个发展 而呢这种这个这个通通忙忙的读完了然后呢呃这个嗯春季毕业而且你春季毕业你是你gap一年你干什么你gap一年你到时候呢你申请这个硕士 你又是春季入学春季入学就是比秋季入学要少呃一半的学校都不止 对吧那很多的学校他就是就是只开这个秋季对吧那你那你这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呃这个早毕业只有一种情况是好的就是你想省钱对吧我想省这一个学期也好想省这一个学年也好 而且在很多的学校其实早毕业并省不了钱因为他按学分来收费的所以呢这个嗯如果你是我说的这样的情况我建议你呃单独来咨询一下好吧如果你不是这种情况呃你本来就是春季毕业的呃怎么样那可能我说错了呃但是呢这个呃本科这个就12月毕业这个不是什么好事好吧好下面在美国秋招和社招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这个齐老师说一下就是经验要求就是咱们在秋招的时候你找的所有的工作呃甚至你在韩市上面去投递的话呢就就你可以看到他会写比如说是他要求2023年的毕业生对吧呃就是刚才我看到有家长问说现在放出来的职位招的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其实就是比如说今年冬天的有一波然后再就是明年呃夏天的那一大波对吧 他其实招的就这些时间呢那他就会写说是2023毕业然后他要求你的这个呃经验就是零到一年或者是因为他就是专门为了毕业生所以他会要求你的行业经验不能超过哪一个年限因为他就专门针对了毕业生然后那你要是到校招的话你基本上你在像呃校招的呃这个社招的平台上像印第这种你看到都是什么三至五年对吧大于五年的工作经验 那这个就是你你你你自己找的时候你就是你就是你也很困难就你得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呃就是其实就是为什么督促你去参加求招就是在你的时间的维度上面是最最最最有效的吧就你能在最最最集中的时间最公司也集中对吧你就你精力也集中你就能把这事给办了那你何必不办呢你你去设招的话你就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 你去做这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啊对就是这个呃秋招这意思就是他特指是针对学校的学生的对吧那你这个你当然这个这个人家的目标性也强一些对吧你说你就在社会上去招比如说这些招聘的简历啊什么这招聘平台啊那你就等于你是跟这个工作三五年的这些人来竞争或者你说哎我本来就三五年经验我已经离开学校了那你当然你就你这个路就更宽了好这个呃 那下一周呢同一个时间呢是我和方老师的讲一下这个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今年的这个美国新闻周刊的大学排名今年这个新闻周刊的排名呢比较邪乎呃有非常多的学校呢有很多的变化这不只是各大的变化其实各大各大这个从什么这个第二名降到第18名他就算降到第第98名第280名照样有人申请各大这个不重要但是呢今年有其他的几个 这个排名的一些变化呢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呢这个大城市的这些学校的排名的一个显著的提高还有呢是呃这个计算机强效的排名的显著提高呃这个这个这些方面呢我觉得可以讲一下然后呢同时呢也讲一下这个呃转学因为转学呢现在是这个一个是春季的转学一个是这个明年的这个秋季转学 呃这个时候呢其实都是都是呃还可以来申请呃这个什么样的学校你可以考虑转学什么样的学校你进去了你就好好搞好这个学校的情况你就别折腾转学了呃不是说你到哪个学校都要转的呃那么呢但是你到了一些学校可能就是你就你目标就是要转比如去个什么什么这个布法罗大学水牛城啊这种地儿呃 这个这个这个又冷排名也不高那你干嘛你就就就是努点力呃转学转学转出去到你就算到狗还有到个密尺根这都是很好的学校对所以呢这个下下下礼拜我和方老师会讲一下这个希望大家来听一下好的呃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后台的问题啊我跟徐老师都是在皮子堡啊跟北京差呃12个小时大二大二交互设计专业 有岗位吗呃不是人机交互OK交互设计OK呃有啊我们那个ReadyEye就有就有这个这个交互设计我们刚有一个同学是那个NYU的学交互设计的呃我刚我刚去采访了他呃很好的呃呃然后我们好像至少有两个公司有这种安置的实习你说呢哎我不想去安置的实习我想去公共市场实习那就是咱们就快车道我们来教你怎么去公共市场实习 嗯然后生物统计专业好找吗大二呃呃你想找就好找还是挺好找的这个领域非常的活跃呃这个呃而且你大二就就是生物统计吗你这个呃呃呃没有分那么细吧历史艺术史和生态环境双专业呃大四 艺术史艺术史不好找生态环境嗯也不太好找孩子二主修CS目前觉得专业知识较少主要是刷题准备大二的暑期找实习是不是太早大二暑期找实习不早大二刷题太早OK我我是我是不是不建议你作为成为这个刷题专家的刷题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大用的南加大金融工程研一呃明年暑假实习公司一般在哪个时候招人呢就是九月开始吗这个徐老师说一下对的对的就是现在哈就是嗯那我马上开始就是赶紧找赶紧找而且南加大的这个job fair好像就是下礼拜二吧我没记错的话反正就是马上对这个谢谢啊 说这个细节决定胜负确实是就是专家呢就是能够把一个一个事情能够给你拆分然后能够给他这个把一个大的问题画成小的问题来解决其实这是专家的能力 专家不是说哎我就能直接把这个结果给你并不是这样博士就业必须要实习经历吗 博士就业呢有两种啊一种去工业界一种呢去教职如果去教职呢你就更需要科研 这跟徐老师说如果你去工业界就有实习就需要实习经历我们有学生是博士的这个每个暑假去实习 都能挣回来很多钱这个那他这个呢其实就要有这个CPT的管理你别说实习时间太长了到时候到时候把那个OPT给冲了 呃所以这个是要注意所以我们这个快车道啊这个OPT CPT管理啊是本科硕士博士都有 这个实习得到认可当然要写简历了的啊为什么不写简历了呀实习公司给你什么奖之类的 呃一二指中反映最近的实习经历无法覆盖到本科阶段的实习经历 那么是否就不适合申请本科匹配的岗位了哦你是本科专业啊 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你在美国呢你这个求职呢你也可以用本科的专业来求职 也可以用硕士的专业来求职当然最好这俩是一样的了深入嘛如果呢你是不一样这个你这是等于换回去 有的是换进这个这个硕士的这个专业呃这个看你的目标了对吧看你这个 你想申请什么样的职位了我们刚有一个这个公司刚刚签约的这个是有这个会计专业的这个 这个实讯的这个机会呃如果你要想找会计的这个专业的话呃可以来找我们而且这个公司还可以办OPT 但是但是不是见人就收的啊是需要面试啊需要什么的 秋招资料需要准备推荐信吗 徐老师说一下啊这个是呃不用提前准备哈但是你需要去真的找一下推荐人吧 就是你可能心里得有那么一两个人是你去跟人家说你最近啊这个要求职啊 然后就是人家可能会做一些被调或者要来问你一下这个这个关于你的一些信息什么的 就是他不是会就是求职不会让你提前写好一封信像这种呃这个升学一样去提交的 他不会他是会直接让你提交这个人的信息他会自己来找这个人 所以你只用去准备推荐人的信息就可以了快车到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好呃什么时候都都开始你只要想起来这个求职重要呃想清楚就开始就比较好 OK快车到费用你自己来咨询一下好吧找这个学术哥咨询一下呃现在开家看上加入九月十月的求职还来得及吗呃你如果不不做就永远来不及反正反正做的话就抓点紧呗 那就九月十月的实习就业职位是为明年放出来的吗 对就是如果这个呃是是是为明年放出来的然后你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他里面他应该都会写说呃这个要求申请人是必须是呃哪一个阶段毕业的什么什么他其实都会写得很详细 你只要看过呃职位描述你你你你都会知道的 大多数是为明年的你说有没有这里九月十月发出来的是十一月十二月职位那当然也有对吧 这个呃这个没有科研背景严而申请博士来请哎这不是今天的主要的内容啊你具体来咨询一下 这要看你什么专业申请什么博士啊OK 供应链分析专业实习应该在什么样的公司岗位多吗 哎呦这个问题比较难徐老师来回答吧 我们对我们呃这个找工作哈他不是说什么样的公司就是他不是说这个这个这个科技公司里面他就不招这个这个呃这个其他的岗就是呃找工作你得先用岗位去搜出来什么样的公司就是所以你你就看你你这个专业出来就是像每个学校哈他这个他都有一个分析的一个数据说出来之后大部分人都从事了什么样的工作那你就从这些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position就是职位入手然后你去找公司这样才是一个对的顺序哈 好的呃大一结束未定专业如何准备实习方向其实呢这个大一结束的实习其实对你这个未来确定方向是很有用的 因为你不一定你干了第一个工作就是你未来的专业或者未来一辈子干着工作其实实习还有一个作用的是哎我不想干什么 对吧我比如对金融也感兴趣对计算机也感兴趣那你就看看吧去金融公司怎么样或者去IT公司怎么样可能就不喜欢这样的那你也你也好转向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实习都是有用的对吧金融方向没身份在美国很难找到实习吗不不难找到实习看你事在人为好吧生物统计专业好找实习吗这是刚才同样的这个家长 这个孩子大二这个我很怀疑你生物团生物统计在大二能学到多少东西具体还是看自己的情况吧 华大西雅图很难这个这个这个进入校内进入计算机非常非常的内卷 哎最后一个问题咱们说一下如果一一朔朔一现在国内网课没过去能远程实习吗 我先回答第一半然后呢这个这个徐老再回答第二个这个we就是电子工程啊 其实现在美国的学校是很少是开纯网课的了 因为呢这个美国的这个移民局对学生的身份的要求呢都是应该是线下上课的 所以你这个呃你如果是纯网课我觉得可能有些你的这个学生身份可能都有些问题呃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这个孩子如果是在国内网课有没有在美国有没有远程实习美国公司的机会 这个徐老师来回答一下好吗 呃对就像刚才程老师说的这个学生身份哈 就是因为如果你自己要去找实习的话像刚才咱们提到CPTOPT这些是跟着你的学生身份来来一起走的 就如果说你呃学生身份出问题的话你可能就是没有这个CPTOPT的资格去找这个工作 然后而且就是如果你要申请CPT的话呢一般学校是会有一个规定是你至少要在美国是就是人在美国哈一定的时间之后你才能够去申请的 呃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些限制就是你可能参加的这个项目不是说是实习你可以是参加这个比如说公司的一个培训项目实训项目等等 去增加经验但我觉得你的情况可能有点复杂就是可以我们就是来具体讨论 呃这个经过疫情呢其实很多公司呢是有远程实习的这样的项目的呃就是远程接受远程实习的那么这里面也有实讯啊也有实习呃 呃其实呢这里面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但是呢呃你得要你得要这个你如果一直都在中国没有过来的话你怎么能表现自己怎么能让别人要你 对吧你说实训呢可能还好实训因为是你交钱的嘛那么实习呢是你怎么能表现自己 因为你这样的话你跟人家这个校招的这些能见面的这些同学呃有有实际的美国经验同学怎么竞争 其实这个是你要考虑的好吧那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呃 然后呢呃呃这个有呃这个呃实习就业呃呃这方面呢呃呃如果是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规划呀需要提高呃呃来找我们我们会努力的来帮助 那么呢另外呢就是呃也是今天的主题呢也是就是说是如何利用好秋招如何能够把这个实习呢呃呃这个就业呢放到你的一个一个规划的一个内容当中吧 别老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就自动就能降临很少东西好事是能自动降临的好吧 好那个许老师还有什么补充吗嗯没有了没有了就如果有没有被回答到问题的家长咱们可以后续来加一下这个学术歌我们啊这个先下来沟通啊好的那这样我们下次再见好的拜拜拜拜